哈喽你好,非常欢迎你收看这段影片 这段影片是爱上恐惧疗愈心生的系列影片 我们会用三段简单的影片来跟你分享 一个公式,一个观念,跟一个方法来疗愈我们的内在 在我们学习心灵成长,然后心想事成 或者是我们想要学习心理法则 或者是我们想要实现我们的梦想 我们会去学习很多的一些知识 我们会看了很多的书 我们可能会吸收周遭的人 或是一些老师所给我们的一些想法跟看法 可是在我们吸收这些资讯的过程之中 在我们去实践梦想的过程中 我们会遇到一些负面的思考 我们会遇到一些负面的情绪 然后当那些负面的思考跟情绪 或者是状况排山倒海而来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解决 所以在这过程之中 我们没有学过怎么样去处理这些累积的内在的恐惧 所以你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我们这段影片 这系列我们在讲的是爱上恐惧呢 因为我要说的是 大多数的人没有学会怎么去处理 这些负面思考跟情绪 他们可能就是来自于我们内在的这些恐惧 我们大多数的时候 都是透过外在一些资讯 比方说电视 报章 杂志媒体 朋友 我们可能就学到了一个信念 就是 负面思考是不好的 负面情绪是不好的 如果我们想到一个负面思考跟负面情绪 代表 我们是一个不好的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 现在很多很多人都会踏进的一个陷阱 所以 那既然 这个想法 这个思考是不对 我们无意识都会思考到这些东西 我们无意识就会觉得自己是不好的 因为当我们想到负面思考跟负面情绪的时候 我们就下意识觉得自己是不好的 而且没有觉察到 如果你有觉察的话就可以改变 那我们究竟该怎么处理这些问题呢 首先呢 我们要先知道几个 我们时常采取的无效的策略 哪些无效策略 比方说我们会转移注意力 当我们的负面思考来的时候 当我们感觉到不快乐的时候 当我们觉得事情不顺遂的时候 我们会怎么解决呢 我们会转移注意力 转移注意力 麻痹自己 比方说一直看手机 一直看手机是一个方式 然后一直打电动也是一个方式 一直看电视节目 一直看电影 或是去吃吃喝喝 去用一些玩乐娱乐 或者是反正就是找一些朋友 或者是找一些朋友去诉说 去抒发我们的情绪 我不是说抒发情绪不好 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怎么样 去表达自己的脆弱 去抒发情绪 这是一件好的事情 那但是我们要有觉察 要在做这件事情 但是大多数人 他们可能没有抒发 他们可能是怎么样 他们就想办法 不要去想 不要去面对这些事情 这是我们常常采取的一些方式 那另外一种方式是什么 你会看到周遭的人 会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或是你自己 你可能觉察到 你自己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我们会假装坚强 为自己加油打气 然后告诉自己说 我还是有希望的 我还是相信我是正面的 或者是 我相信这个会过去的 事实上有这样的感觉 他们可能讲过这些话 可是你可以感觉到 事实上他们还没过去 他们太快想要过去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过太多 正面思考的书籍 我们看过太多电视节目 告诉我们说 你要立志要正面之类的 但是中间都忽略了 就是学会去接纳我们的这些负面情绪 学会去跟我们内在的这些东西 内在的这些恐惧去沟通 它是需要 它是我们内在的一部分 它是需要我们传递爱去给他的 另外一个无效的方法就是什么 告诉自己说 下一次会更好 或者是怎么样 或者是告诉自己说 现在失败是 失败背后是有礼物的 这些我们时常听到的这些话 它其实都是无效的方法 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们遇到负面的思考情绪状况的时候 我们通常没有学习过的人 我们会采取三种情况 哪三种情况呢 哪三个方向呢 第一个方向是压抑他 第二个方式是什么 逃避他 第三个方式是发泄他 发泄他可能就突然就跟别人搭起来了 制造一些 比方说摔东西啊 或者是有人说一直打枕头之类的 那如果没有伤害到别人还好 可是伤害到他人那就是不好的事情 或是对别人说一些不好的话之类的 可是刚刚所说的那些无效策略跟这三个方向 它其实是很接近的 它其实是这三个无效的方向所延伸出的一些无效策略 比方说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刚刚讲说假装坚强 告诉自己说会过去的 我是有希望的 为自己加油打气 这样的想法是想用正面思考来逃避 可是其实会有种压抑的感觉 你可以直接去想象一下 如果你自己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去想象一下 当你告诉自己说 我会过去的 如果你是一个这样的人 在那个画面里面 你是真的是很放松的吗 你是真的过得去的吗 还是其实你是很紧绷的 还是你是很僵硬的 你可以去感受一下 压抑 转移 跟逃避 跟真正接纳疗愈的差别在哪里 或者是我们可能看过一些书 比方说有些学习生性成长会看过灵极限 我们会一直不断的说 我爱你谢谢你对不起原谅我 那有些人会 我们时常会问到一些问题 会遇到一些问题会来问我们说 老师那如果我遇到了 为什么我一直念清理没有效 为什么我一直做一些练习没有效 那是因为呢 他用这些方式 他并没有真的去体会到 这方式带给他的这个用意是什么 他只是想用这些方式来去消除 他的那些负面的恐惧 或者是他想要消除 想要逃避他现在所遇到的状况 他想要赶快逃到那个和平快乐的地方 我觉得那是太快了 所以在今天我想跟你分享一个公式 在未来你可以把这个公式给记下来 在你遇到这些负面思考 跟负面情绪的时候提醒自己 现在这个你是遇到 你是在什么样的状况 这个公式就是 如果你现在感觉到受苦 你现在感觉到很痛苦 受苦 你承受到痛苦 它会等于你的痛苦 乘上什么 乘上你的抗拒 再讲一次 受苦等于痛苦乘上抗拒 所以你越是压抑越是逃避 然后越是告诉 越是说服自己正面思考 其实我们没有发现 那都是抗拒 假设你的痛苦是十分 你的抗拒是十分 因为你不想要这个感觉 那你的受苦就是一百分 你可以想想看 抗拒的相反是什么 很多人都知道 抗拒的相反就是接纳 也就是如果你的抗拒是零分的话 你知道你现在痛苦是十分 但你抗拒是零分 那么这样沉下来 其实你的受苦等于是零分 好 所以在前两周 我们有分享一些线上课程 还有我们的顺流奇迹 现象教练计划的一些课程 但是我们发现 很多朋友他们卡住的点是什么 他们卡住的点是 他们遇到这些负面情绪 跟状态的时候 他们不知道怎么疗愈自己的内在 所以如果你是这样的人话 我会推荐你可以点击下方的按钮 去了解我们如何运用我们的内在心象 用三周的时间去处理跟疗愈自己的内在 它叫做疗愈心诚的课程 你可以点下方按钮去了解哦 那下一段影片 我们会去跟你分享 如何去消除负面恐惧 这是很多人会想要问的问题 那我们在下一段影片见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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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